请你找李天泽 李天泽生活中是什么样子的 合作过程中有过矛盾吗 然后他就说少说话什么别说了 然后我就会很烦 我觉得好烦 我就本来想跟你说话 然后你却一直这样子就很烦 然后我就会说天泽 我是不是很讨厌 我这个人就很讨厌 没有 我就感觉他累不累 他每次背个这么大的包 这么慌的 然后你就看到有时候拉链没拉 全部都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然后他随身随身拿一个音箱 这么小的音箱 拿到他的琴箱 就是别太累了吧